各位观众朋友好 在礼拜五新的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了 礼拜五这一天全台各地会越晚感觉越寒冷 特别是在银方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还会出现银方面的降雨 会感觉相当的湿冷 那么预计在周末假期就会是这波冷气团 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 北部跟东部地区全天都是相当的寒冷的 那么中南部地区则是属于日夜温差大 早晚冷中午回暖的这种天气形态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温差的变化 特别是在西半部中部一北空旷地区清晨的时候 是有机会出现10度甚至是10度以下的低温的 所以大家务必要加强相关的防寒措施了 那么要提醒大家冷空气来临的时候 果树类作物可以做以下的工作 像是种植香蕉木瓜 凤梨跟橘子的农友们 可以添增加加肥 增加作物的耐寒力 那么另外 种植世家的农友们 如果您是采受20天之前的果实的话 遇到寒冷的空气很容易出现果裂的问题 所以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套两层袋 里面是纸带 外面是塑胶带 那么另外也可以在银封面架设防风网 来减少寒风对于果实的影响了 那么这一波冷空气就从礼拜五开始影响台湾 越晚会感觉越冷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在礼拜五的晚上 低温就会下降到只有12度了 那么预计周末假期 礼拜六礼拜天会是这波冷气团 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冷的时间点 要等到下个星期一冷高压逐渐冬移出海之后 这个气温才会逐渐的往回升 所以要提醒大家 这个冷空气其实到现在 虽然说已经进入二月要进入三月了 强度还是相当的强 相当的明显的 务必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寒的措施 至于在降雨的部分 随着冷气团南下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在淫封面的桃源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预计接下来这几天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 感觉都是比较湿凉一点的 所以提醒这些地方的农友们也要多加留意 大气中的湿度比较高 会是沉险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那么中南部地区不会下雨 不过清晨跟晚上也是比较寒冷 湿气也会比较重一点 也是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况 预计在礼拜六沿海的风浪会比礼拜五再增强一些 预计平均风都会来到7到8级 阵风甚至是有机会来到9到11级的强阵风 浪况都是属于大浪的等级 那么在礼岛地区同样的风浪也是比较大的 平均风是来到了6到8级 阵风也是来到9到11级的阵风 浪况大浪的等级 在澎湿海面甚至是有机会来到巨浪的等级 所以提醒大家从事海上作业 务必要多加注意安全了 这个风浪会明显的增大 那么在潮汐的部分 在这个礼拜六除了在基隆市的中山区 屏东县的恒春镇是来到小潮之外 其他地方则是来到中潮 那么礼岛地区则是要提醒 金门县的金湖镇来到大潮 其他地方则是来到小潮 再提醒大家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漫潮时间了 好那么在低温的部分 这个礼拜六的低温会比礼拜五再转冷许多 预计在低温的部分 北部地区是来到只有11度到13度 空旷地区更有机会来到10度上下的低温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这个气温也是相当的寒冷的 只有13度到14度左右 滑洞地区15度到16度左右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温度趋势变化 刚刚提到了 礼拜六到礼拜天会是这波冷气团 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冷的时间点 北部地区低温只有11度左右 空旷地区更有机会来到10度上下甚至是10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高温也只有13度到14度 全天都是相当湿冷的天气 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一 冷空气减弱 温度逐渐的往回升 在中南部地区也会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一样的在早晚 特别是在深夜到清晨这段时间 气温也是相当寒冷的低温 只有在15度左右 那么在高温的部分则是会回升到20度左右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接下来这几天 属于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 大家也要多加留意温差上面的变化了 再次提醒大家 接下来迎接大家的这波冷空气的强度 会到达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中部以北空旷地区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的低温 大家务必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寒的措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